大家好 我是中医徐大夫 糖是我们生活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调味品 很多人对于甜味的食物喜爱 可是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最好不要多吃 这是因为其过多的食用糖类物质 容易引起体内糖分含量增加 为得到分解的糖分会以脂肪的形式 积存在体内造成血液内脂类的物质增加 引起血液粘稠亦发生血管堵塞 同时糖分过多还可能会诱发细胞膜去糖化 加速血管壁的损伤 可能会引起血管壁弹性变弱 加快血管的硬化 除此之外 下面这两类或者是血管堵塞的主要帮胸 要趁早的撤离餐桌 屏幕前您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 第一个含盐量比较高的食物 腌牛肉和泡菜等食物都是属于含盐量比较高的食物 过多的吃这类食物可能会促进体内的钠离子增多 引起细胞渗透压失衡 又使平滑肌出现肿胀 血压升高 损伤血管 造成血管内皮损伤 增加血管堵塞的几率 所以说生活中要少吃这些含盐量比较高的食物 每天的涉盐量最好控制在6克以下 第二个是油腻食物 油腻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胆固醇脂肪 长期的吃使得血液的脂肪含量随之增高 不仅会影响血管硬化 进化的程度加快 降低血管的运输能力 还可能会引起血液中的脂质微粒和脂肪酸增多 可能会出现血栓 引起血管堵塞 所以说红烧肉 排骨 回锅肉等油腻的食物要尽量少吃 尽量的避免引发血管的疾病 造成身体健康受损 中医讲 肾藏经经生随 脑微随之海 肾经一旦不足 脑随失氧 脑袋就不好使 所以下面5个头部的脑梗症状 看看你有没有 第一个频繁的流口水 这个是脑血管堵塞的时候出现比较典型的症状 其产生的是由于脑血管堵塞所引起 脑部供血不足 诱发面神经控制肌肉的功能紊乱 造成口腔闭合不良 发生流口水 第二个视力模糊 这种现象是由于脑血管病变 造成脑部血液循环出现问题 使得视网膜神经缺少血液的滋养出现失误模糊 第三个记忆力下降 不少脑血管堵塞的患者有记忆力下降的现象 其是脑血管损伤 并变引起的大脑血液氧气供给不足 无法使得额叶获取更多的血液氧气所造成的 如果您已经有了这些脑梗的前兆 也不要着急 可以试试中医的方法来进行调理 脑梗在中医里属于中风的范畴 中医学认为脏腹功能的失调 气血亏虚或者是痰灼 淤血内生是致病之本 中医治疗脑梗要辨证分析 其补气血通经络 故修复三者合一 疏通经络淤堵 调理气血通畅 纠正阴阳失衡 气血失调 经络不通 通过理气活血通经络 实现人体的气血经络 三者之间的平衡 充分的增加血氧的供应 改善心肌的供血 中医要在治疗脑梗的时候 可以建立侧脂肢循环 修复大脑的支配功能 促进脑血管重返健康 脑梗的患者 除了要积极的配合治疗以外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对于预防与改善脑梗 也是不可或缺 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 我是中医徐大夫 我们下期再见